承吉思汗 意志征服世界 第41集 扎木河之死 扎木河最大的遗憾可能是 当初就不该和铁木针连营 如果没有暗次连营 铁木针就不可能迅速的发展起来 他是一只蜡烛 照亮了铁木针燃烧了自己 那湖山之战后 扎木河的人越来越少 当他逃到唐弩山时 身边只剩下五个人 他一贫如洗 要靠抢劫度日 唐弩山周边少有人行 所以他的抢劫事业 进行的也是异常的不顺 于是他又当起了猎人 唐弩山筋血挨挨 中年不患 猎物极少 扎木河和他的五个同伴苦不堪言 五人是怨声载道 扎木河心知肚明 可他仍然以为自己还是当年的扎木河 对五人的抱怨冷嘲热讽 有一天他们捕获了一只盘羊 这是一种体型庞大 四肢较短 躯体肥胖 羊角成螺旋状的山羊 扎木河兴奋异强 因为这只羊足够把他们的肚子填饱 在吃烤羊时 扎木河冷眼看着五个大块朵頤的伙伴说 你们跟随我之前能吃到这样的羊肉吗 居然还每天抱怨 人要知足 五个人互相看了一眼 把羊肉扔到了地上 说了 我们真是受够了这样的日子 尤其是受够了你的自以为是 扎木河看到五个人站起来 向他逼近 急忙把羊腿藏到身后 慌张的说 你们要干什么呀 他以为对方要抢他的羊腿 其实对方是想抢他 五人是一哄而上 把扎木河掀翻在地捆绑起来 说我们要把你献给成吉思汗 得到的好处 肯定不止这只盘羊 从唐弩山到铁木真扎营的恶嫩河源头 路途遥远千山万水 五个人凭借着顽强的毅力和对富贵的幻想精神 终于抵达恶嫩河源头 铁木真和扎木河又正式见面了 扎木河虽然成为了阶下囚 却保持了可汗的风范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铁木真杀掉他的五个伙伴 他用隐晦的语言说 黑乌鸦捕捉了黑鸭子 蜀民和奴隶侵犯了他们的可汗 我的可汗安的 你想想吧 紫药子捕捉了水仆鸭 奴仆和家人侵犯了他们的主人 我贤明的安的 你知道该怎么处理 铁木真是受过蒙古隐晦语言特殊训练的人 当然能听明白扎木河话中之意了 既然这五个人能出卖他们的主人 我那么他们还能对谁忠诚啊 这句话不必扎木河暗示 铁木真一向鼓吹的就是对主人忠诚 所以他下令说 侵犯自己的可汗和主人的人 不可能再活在世上 他命人把那五个怀揣富贵梦的人 拉到扎木河面前 让扎木河下令处决 五颗人头在地上是滴溜乱转 睁着死瘀的眼睛 看着扎木河 扎木河突然感觉到他们在召唤自己 他没因为产生这种感觉而心跳加速 因为在来见铁木真的路上 他早就预见到了自己的结局 不过他也聪明的意识到 铁木真不会单刀直入的杀掉他 他和铁木真都明白 在草原世界 两人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而且还是好安的 铁木真不是那种愚蠢透顶的人 不会痛快的把扎木河杀掉 而背负杀安打的骂名 他必须要给人留下宽宏大量的印象 于是两人联合主演的一场好戏 开始了 两人喝酒吃肉 追忆往事 铁木真先进宫了 今天我们又在一起了 还要做朋友吧 我们曾经是同一车的两员 你却分离出去了 我们虽然分手 你仍是我的好友 如今我们相合 谁忘了的便去提醒 谁睡着了便去唤醒 我们虽曾分手 在征战的日子里 你仍然惦记我 在厮杀的日子里 你仍然心疼我 比如说 我与王涵在荷兰真沙陀作战时 你把王涵的计划告诉了我 对我有很大帮助 再比如我和南乃蛮厮杀时 你用大话吓唬他们 还报告了他们的情况 这都是有恩于我的 所以我觉得咱俩应该兵事前嫌 重归于好 扎木合笑了 反驳说 怎么是我离开了你呀 当初咱俩联营在一起 你一句话都不说 偷偷的就溜走了 是你离开了我呀 自从你离开我之后 我的运气就差了起来 我说不明白为什么 跟随我的人 后来都跟随了你 铁木真甘笑了两声 没有继续说下去 扎木合看到了铁木真眼中的杀气 马上吹捧铁木真 今天你已经一统天下 四方之内都是你的疆土 草原各部都是你的臣民 长生天以指定你为王 万民以遵你为寒 天下一非你莫属 国统必由你来继承 你是天之骄子 人中俊杰 一世之雄 你说你要与我和好如初 这怎么可能呢 我现在一无所有 已经不配和你称兄道弟了 我穷途末路 难以掀起任何的风浪 你要我这个朋友有什么用呢 铁木真继续甘笑 他听出来了 扎木合的意思是 你杀我和不杀我 没区别 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扎木合继续为铁木真 加深这一主题 你有圣明的母亲 有智慧的妻子 有多才的兄弟 因此我败在你的手下是理所当然 再看看我 我从小就失去父母 没有一个智慧的妻子 也没有兄弟可以依靠 即使你现在给我一万雄兵 我也不是你的对手啊 铁木真毫无感情的说 我希望咱们能重归于好 扎木合听到这样的话 如同听到了阎王爷的有请 他苦笑说 算了吧 我如果活着 你会难以入眠的 你还是杀了我吧 我只有一个请求 那就是让我死得体面一点 不要见到血 铁木真及时的叹了口气 马上出了帐篷 对正在帐外闻听的战友们说 我一心想设他不死 他的尊严却不允许 扎木合虽然和我分离 可从未听说过 他要残害我的性命 他有很多优点 都值得我们学习 他现在求死 我们就只好杀他 但是要有正当的理由 铁木真的战友们不耐烦的说 还要什么正当理由啊 扎木合到处挑拨离间 这种人就该死 铁木真摇头 有人说 可汗您想杀他 最好的理由就是当初的十三亿之战 他把您逼进峡谷 您险些死掉 这就是仇 你现在杀掉他复仇 名正言顺 铁木真叹息的点头说道 那就按他的要求 处死他吧 扎木合威闭双眼 等待死神的到来 死神来了 帐篷外一片骚动 帐篷被猛的掀开 一阵兴气 冲进扎木合的鼻孔 他不由浑身一颤 先进来的人矮胖而结实 他主动介绍自己 说自己是铁木真的侄子 阿勒赤歹奈奉伟大的成吉斯汗之命 来送扎木合去见长生天 扎木合站起来 整理衣襟 要出帐篷 阿勒赤歹拦住了他 笑了笑 说 不必了 就在这 帐篷又被掀开 扎木合看到四个大汉 携带着鞋鱼闯了进来 他平静的说 不可见血 因为咱们蒙古人的灵魂在血液之中 我要带着灵魂去见长生天 阿勒赤歹把妖刀解下 也示意那四个大汉 解下妖刀 向扎木合点头 说道 趴下吧 扎木合趴到地上 四个大汉分别按住他的四肢 阿勒赤歹一声令下 四个大汉用尽浑身的力气 咔嚓一声 扎木合四肢断裂 扎木合闷哼一声 眼里冲洗是青筋抱起 阿勒赤歹蹲到他面前问 痛吗 扎木合挤出笑容 痛 你们不必怜悯我 如果你们败在我手上 我也会这样对你们 阿勒赤歹点点头 把他翻了过来 从背后搂住他 双手扼住他的脖子 猛的一用力咔嚓一声 扎木合脖子一歪 离开了人间世界 铁木针下令 给好安打扎木合最隆重的葬礼 随着葬礼结束 草原世界再也没有强大的敌人了 铁木针迎来了长生天 为他铺就的黄金大道 他将走上这条大道 继续他的征战 扎木合的死 为人间贡献了一个奇异的传说 在他死去一年后 草原上生长出了一种草 这种草年轻时轻轻如脆 味道鲜美 草原人称为贴哈呼伦 也叫鸡腿菜 可千万别等他长大 长大的他浑身是次 枯老是随风滚动 到处漂游 扎手绊脚 可谓是植物界中的恶霸 蒙古人于是给他起名为 扎木合 人们说这种草是扎木合的化身 对于铁木真而言 扎木合的确很像这种草 开始时他轻轻如脆 是铁木真最好的朋友 后来他浑身是次 到处滚动挑拨离间 几次三番 让铁木真前途难补 命途多传 铁木真和扎木合的恩怨 没有对错 所有的一切都是草原这个舞台上 野蛮政治习以为常的表现而已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 承吉思汗第四十二集 名副其实 承吉思汗 敬请收听 感谢您的收听